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商之道 财商之法 财商之术 财商之气 演说之道 演说之法 演说之气 全都是这个流程 这是一套宇宙观 那有了这套宇宙观以后 再给大家讲一个世界观 我的老师 罗伯特地兴奇先生 他研究了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 世界500强 他发现全世界世界500强 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500强 能够全球自动化运营 就是因为有一套金字塔思维 他就把这套金字塔思维 我称为BI三角形 把它写到了书里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没有感觉 听不懂 但是后来我终于看懂了 当我看懂以后 我发现我用这套思维 来经营我的企业 我的每家企业 都可以自动化运营 后来我就开始去研究 这些持续中文的企业家 国内冰化武器 李嘉宗 王宇 乔布斯 比尔盖斯 我发现他们的公司 之所以能够自动化运营 也是因为运营了这套金字塔 我把它称为一套 经营金字塔 就如果未来你们想创业 你想让你的企业自动化运营 你想获得财富自由 只要你想到经营 马上就要在脑袋里面浮现出来 来 开始画 画一个三角形 五围的 底部 前上 现金流 再往上走 沟通 再往上走 系统 再往上走 法律 再往上走 产品 左边写上两个字 领袖 右边写上两个字 团队 下面写上两个字 使命 这是我们当时老师跟我们讲的 然后现在周老师把它升级了一下 在领袖这里再加两个字 单人领袖时代已经结束 领袖团队时代已经来临 叫领袖团队 团队把它改成组织 领袖团队组织使命 现金流沟通系统法律产品 叫做经营金字塔 写本上 未来你要想 约会经营 不管是经营事业 还是经营健康 还是经营家庭 看这张图就够了 这是一个立体性思维 你必须要把这张塔记上 经营之道的第三句话 写上 创业就是 一个领袖团队 带领着一个组织 去完成一项使命 我们用道法术器 慧眼金字塔 来分析一下这个金字塔 领袖团队组织 使命 现金流 沟通 系统 法律 产品 哪个最重要 如果你说 现金流最重要 就证明你认为 创业这个活动当中 你认为 钱是最重要的 组织很重要 那到底是 先有领袖 还是先有团队呢 我们有看过 亮剑的请举手 李云龙在没有去 独立团之前 独立团非常烂 结果李云龙一去 独立团 力行变成了最强的 是先有领袖 后有团队 那请问 什么样的人 能称得上是领袖 他说了 有影响力的 这个人很有影响力 但是这个人一行 就是为自己 他能称得上是领袖吗 他一定是 有使命感的人 对不对 所以如果用 倒法数七 这四个维次 来看这几个指标的话 倒在哪 画个圆圈 写上一个字 倒 谁来负责公司的 战略和方向 在领袖团队这里写上 把组织这里写上 数 现金流沟通 系统 法律 产品 这些所有的东西 只是你运营企业的 一个什么 工具而已 形象 系 一个企业的经营之道 倒在何方 倒就是你经营企业的使命 你为什么开这家公司 坐在台下的各位 是老板的 目前正在创业的举个手 百分之九十七的企业 创业的目的 就俩这赚钱 赚钱能不能构成 强大的使命感 如果一个老板创业的目的 是为了自己赚钱 在这个企业里面 谁会有动力 只有老板本人 一个物体之所以会运动 会产生两种力 第一种叫动力 第二种叫阻力 动力大于阻力 这个物体就往前走 阻力大于动力 这个物体就停止不前 所以人与人比到最后 比的是什么 比的就是动力 法拉利和夏利 为什么法拉利跑得快 发动机不一样 那你写的发动机是什么